我们亲爱的林教授 各位公务伙伴们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今天是我们 先生舞第3场 第4场 第4场的读书会 我们今天 要帮各位 介绍 一本老师 然后有一位非常优秀的教授 来帮我们做导徒 这个都是我们选音 用心精心规划的 那是不是给一点掌声 我们书里面大概推动读书会大概超过6年 这期间 推荐的好书也超过80本 我们每年指定有4本的 从 好中至好 经中至经里面 去挑出4本来供我们同仁 来 写心得写作 还有我们拜读书会 那今天这本书我个人看了以后是觉得非常的受用 书名叫做我们的 幸福 小经济 九个 社会企业 乐写追梦的故事 我想这个每一篇 每一篇都是好文章 每一个故事都是感人会 出动我们的内心深处 这个过程里面 我想 有一些同仁已经看过书 有一些同仁可能还能看过书 看过书的步伐 有空的时候再重温 里面的故事 没有看过书的 看到我们人是出里面借还是你自己买一本 可能拿来看一看 会非常好 如果都没有的话也没关系 今天就专门为各位来做导读的我们 林教授 那林教授是这个 江湾大学 社会学博士 是一所大学 成功大一所大学 服务部 班任 公务室主任 然后是共同科业当过 这个 傅教授 特别是一所大学的公共 管理以及 公共政策 管理 学习的 系主任 那民国99年的时候 到我们普科大来服务 先后在服务业经理管理的救所 担任过教授 也担任过我们普科大的 教学资源中心主任 那目前是在我们 这个通识教育中心 担任教授 作业英才无事 因为我在普科大五合院 我在普科大听文的 我们教授都是 很正面肯定的 评价 特别在 学术研究 教学服务 等等面向都是备受肯定 今天能够邀请他 我们林教授来 做这个课题的导图 是非常的 切合我们这个主题 那林教授研究的主题包括政府 政府业 政治经济学 还有特别是新移民 在地社会 的课题 以及全球化跟这个 在地化的问题 他都有非常深入的研究 那这本书 那里面我特别欣赏一句话 就是他有提到 社会企业当然他有定义 那其中有定义就是说 可能 不是只有 去 提升自己的经营能力 在提升自己的经营能力之余 也能够 关注到社会公益 那其中特别有一句话 非常的 写实 而且能够很囊囊散口的就是说 在我们在做好事的同时 也能够赚钱 然后有把赚来的钱 再拿去做好事 我想这句话 大概可以作为不是 我们今天的企业 而是每一个 人 尤其是我们工人 在 工作 职场 生活 等等方面 做来自我 勉力的 特别是 他的一个企业他可能要有资本 可能需要要有盈利收入 才能够维持 那能够维持的话 像这九个故事里面大概都有 提到不是只有成就自己而且能够去帮助别人 那我们工人员的话用的是国家资源 来做好事 如果我们心态是正向的 是利他的 那我们 不用拿自己的钱 就拿政府的预算 公家资源 等于的设备 甚至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服务态度 能够解决民众的问题 这个就是做好事 那这个我们 做了好事 心选到底 所以 比起 所谓企业 或者社会企业来讲 每一位工人员 如果有我们今天书里面提的 这九个故事里面的主角 他们的一些 心思 等于人的一种本性的话 利他的话 我想我们工作就会非常愉快 而且会有成就感 所以今天应该九个故事都非常精彩 那我们 迫不及待 赶快我们欢迎 我们林教授来帮我们 导读